炒菜啊吃腻了怎么办 叫你一个万能的麻辣酱 想试啥麻辣鲜香 不说了 开掌 家里的蔬菜啊随意放 今天我放的什么呢 藕片海带 铜蒿 土足 粉条 藕片切好 加入凉水 没过藕片加入白醋 20克就不会氧化了 又白又脆 如果有一个快速的方法 加盐 盐呢可以渗透 加上淀粉 加温水 扣上盖 均匀的给它摇晃起来 摇住3分钟 基本上也就好了 焯水 加点盐 沙拉油 海带 红薯粉 骨竹 铜蒿 炒好捞出 碰净水分 麻辣拌的辣油有讲究 一个辣椒段 一个剔辣椒面 贴麻辣椒有讲究 小火出麻 大火出香 小火慢慢煸 细辣椒面 炸之前 凉个辣油给它拌一下 用一糊 油温不愈过高 先炸细辣椒面 一边炸一边给它拌一下 再炸辣椒段 放点凉油 不愈糊 咱底下放点葱花 提个葱香 还有辣椒香 拌匀 控烧水的食材 再来个铁尖的盆 倒入两种辣椒油 附近自己的口味调剂 调一个万能的麻辣拌酱 生麻酱 拿香油泄好 加葱油汁 加蚝油 搅好的蒜末 少许的盐 一勺的糖 葱菜花 花生酱 花生酱 比较更香 和芝麻酱的比例 花生酱20% 芝麻酱80% 最后熟芝麻 均匀的调散 万能的酱 先就做好了 调好的万能酱 加入食材里边 均匀的一拌 拌的过程当中 就闻见香味了 拌匀装盘 来点香菜 拌好了 我呀先尝尝 嗯 太好吃了 有着万能的麻辣酱 拌肉拌菜都可以 您还愁啥呀